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4月7日 非美日澳四国在南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 首次举行大规模海上军演 借其炒作中国威胁 声称联合抗衡中国 四国重申 2016年南海仲裁结果 是关于南海争端的最终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 根据菲律宾单方面的主张 菲律宾拥有自海岸线向西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从图中的红线大致位置可以看出 按照菲律宾单方面的主张 将把包括中国黄岩岛和大部分南沙群岛在内的岛礁 都划归菲律宾所有 这显然是与中方的主张严重背道而驰的 根据菲律宾方面此前的说明 本次美日澳飞四国军演 将在位于菲律宾南部巴拉望岛以西的海域进行 而该海域正是仁爱礁及其附近岛礁的分布区域 因此可以认为 这次四国海上军演的目标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意图威慑中国 在去年8月四国也曾举行联合训练 但设计内容仅为海上补给和集体合影等等 此次四国军演的定位是首次进行海上合作活动 科目主要包括反潜战训练 舰船通讯 编队航行训练等各种针对性科目 这次日本和澳大利亚派出了自己的反潜护卫舰 美国派出了滨海战斗舰 菲律宾方面也是出动了多艘巡逻舰 澳大利亚还出动了P-8A反潜巡逻机 专门用来执行海上巡逻侦察和反潜作战 日本这次出动的是村雨和新型的最上级护卫舰 同样具有反潜能力 与其说是反潜 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收集数据 比如探测南海的水下航道 部署反潜声纳等 为今后有可能发生的南海战争做准备 与此同时 美国空军一架MQ-4C型高空无人侦察机 深夜自关岛基地起飞 飞临我广东外海实施战略侦察 中国终于决定不忍了 解放军在24小时内发起反击 南部战区官宣 4月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南海同海域 组织联合海空战巡 南部战区声明中强硬回击 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 这是解放军首次在声明中使用战巡的字样 战巡又称战备警戒巡逻 是指前线以及后方部队已经处于准备作战的状态 其中包括前方的舰机和官兵乃至后方指挥中心进入全员作战值班 直属指挥 通讯 火力 侦测 对抗 支持等系统 全体切换至准作战状态 海空战巡也就是战斗巡航 意思就是实战监控 按战争标准带实弹 一声令下可以随时投入实战 一般普通巡航战斗机带两自卫导弹 军舰导弹坑都没装满 战备巡航就是按战斗任务实弹配置 家伙事带权了的 联合巡航也意味着后方指挥部 把空天海等作战后勤单位已经协调好 前线后方武器和单位制度等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显示出在南海海空域 解放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随时可战 战之必胜 这次参加军演的包括 菲律宾德尔比拉尔号巡逻舰和艾卡拉斯号巡逻舰 美国莫比尔号滨海战斗舰 日本鼠号驱逐舰和澳大利亚瓦拉蒙加号护卫舰 菲律宾两艘小船就不说了 莫比尔号是有船体开裂故障的独立级 航速超过15节就要出问题 鼠是1999年下水的村雨级 吨位和垂发数量对标054 32个垂发里还有16个是配套海麻雀的MK48 瓦拉蒙加号是1998年下水的澳新军团级 排水量干脆只有3600吨 八个垂发 全部参演成员浑身上下加起来 唯一有点战斗力的 是滨海战斗舰上挂着的美国国旗 在解放军的055万吨大驱和052D导弹驱逐舰面前 美日澳飞都是抬不起头的 实际上从美国海军紧紧动用 滨海战斗舰来看 已经暴露了美国五角大楼心虚的一面 美日澳飞四国防长在声明中的各自标题 暴露了四国之间的小心思 身为中流砥柱的美国只强调对维护航行自由的承诺 同为AUKUS成员的澳大利亚表示 维护区域稳定的基础是尊重主权以及国际法 唯独日本和菲律宾空前活跃 前者叫嚣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后者则扬言 此次军演将成为菲律宾构建独立集体自卫能力的第一步 光从四国在声明中的不同表态就可以看出 这场军演的实质与其说是警告中国 倒不如说是在彰显团结 安抚意义要远大于威慑意义 因此真正需要警惕的 是演习队伍当中力量最弱 但是行为最为激进的菲律宾 菲律宾海警与本月四号组织多艘船只 以护航的名义擅闯我南海群岛的后藤礁临近海域 火同该国25名渔民非法布设约10套捕鱼聚集装置 菲律宾之所以敢铤而走险 是因为美国战机也参与此次行动 菲律宾随传记者拍摄的视频显示 一架美国海军P-8A型远程反潜巡逻机 从后藤礁的渔政船上空飞过 在菲律宾渔民和记者眼里 由美国大哥撑腰 中国不敢轻举妄动 那他们是低估中国了 中国海警用无线电警告后 立即准备喷射水炮 事实上甲板上站立的两名海警执法员 是在拍摄取证 中国的水炮现在是不需要人工手动操作的 飞船以为被中国海警船2155121556 用水炮锁定后掉头逃窜 逃窜后还扬言要在几周后返回检查捕鱼情况 相信他们不一定能顺利抵达原地 即便抵达大概率再也看不到捕鱼装置了 菲律宾之所以会盯上后腾胶 是因为这个胶群是南沙群岛中 比较靠近菲律宾本土的岛礁 同时也是美日飞澳四国巡航 有可能要经过的地方 菲律宾此时在这里挑起事端 与四国巡航在即有很大的关系 从飞方近期在南海的挑衅路线来看 该国不再满足于在黄岩岛或者仁爱礁的侵权行径 而是企图四面开花 种种迹象表明 菲律宾当局似乎受到高人指点 企图在南海与中国打一场海上游击战 让中国海警防不胜防 不过对此中方早有对策 美媒公布了一组在铁线胶附近的卫星图片 展现中方对飞打出的重拳 根据美媒曝光的图片来看 中国已经直接在南沙群岛的中叶岛和铁线胶之间 部署了大量的军舰 大约有13艘 以此来阻挡菲律宾再次登陆上铁线胶 值得注意的是海警船5204舰也在其中 看来我国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会再让菲律宾的任何人登陆上铁线胶了 如果飞方执意胡来对中国进行挑衅 那么中方不介意将中叶岛都给收复了 其实海上游击战 人民解放军海军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玩过了 而且还取得辉煌战果 当然随着海上侦察和监视技术的不断发展 这种战法早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海上冲突 菲律宾企图捡起中国早就废弃的战略 能有好果子吃吗 菲律宾想与中国打一场海上游击战 也不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 在我军空天一体的侦察监视下 飞方船只的任何偷袭行径都逃不过中方海警的火眼金睛 所以飞方船只每次跑到中国南沙岛礁挑衅的时候 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中国海警的迎头痛击 在南海问题上 菲律宾根本就没有与中国叫板的资格 中国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海警实力 都能够完全碾压菲律宾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菲律宾在南海的任何挑衅企图 都将难逃惨败的下场 所以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表示 中方正告飞方 任何侵权伎俩都是徒劳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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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